你好 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工研院看好有机发光二极体将会成为下个世代 有发展潜力的照明材质 目前积极在整合上下游的厂商成立OLED照明联盟 抢救2020年56亿美元的庞大商机 你可以想象未来照明可以随意弯曲 甚至依照自己所好剪出图形来吗 照明技术不断突破 有机发光二极体 OLED是一种自发光元件 不需要被光源碎更轻薄 比一般LED照明还要更适合人体 OLED照明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光的品质 因为它的光谱是跟太阳光最接近的 这个是在所有的光源没有过的事情 它不只是很柔和 它是很温和的 它是对人体非常好的 看好OLED新商机 根据市调机构IEK统计 预测2020年全球固态照明元件 市场规模将达240亿美元 OLED就占四分之一达56亿美元 工业院正式成立照明联盟 整合材料设备模组登具等业者 加速OLED照明产业发展 LED会取代传统照明 但OLED它是创造新的照明的方法 它的成长会来自创造Performance 创造Value 轻薄可挽区有自然光特性的OLED照明技术 被视为下世代固态照明光源 同样是未来手机和穿戴器产品发展使用上新宠 商机无限也难怪各大厂积极投入研发 取得先机 林宋春副 他到